恭喜张艺凭借悬崖之上获得金鸡奖影帝 金鸡四十年的这一天 我又拿到了这座有分量的奖杯 我知道其实我在专业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今天的竞争真的是很激烈 我一定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真的好爱这部电影 好爱我的职业 在悬崖之上中 张艺饰演的张献臣 惨遭电击 他一度大小便失禁 每块肌肉都在颤抖 翻白眼失去意识 拍摄时 剧组真的准备了电击工具 张艺谋怕伤害到张艺 做足了准备工作 而张艺说 这一段电击戏粉 令无数观众感动 心疼到落泪 就连张艺谋也称赞他 演员的状态是一种感觉 全靠他拿捏 非常了不起 如今张艺获得了金记奖影帝 可谓实至名归 而他封地之路 却并不容易 出名之前 张艺是个北漂 最惨的时候没钱吃饭 三天只吃了一碗泡面 三天吃完方便面了 还饿 就睡觉 睡了24个小时 大妈就端着一碗 那个热气腾腾饺子 小张 你给大妈尝尝这咸袋 然后他就放在这 不由我分数 就把门反锁了 就走了 2005年 吴明氏张艺 向康洪雷提交了自荐信 想出演士兵突击这部剧 张艺说道 我有八年兵零 经历过艰苦的日子 修过靶场 刨过粪坑 当过部队班长 无奈就是不出名 康洪雷被张艺的真诚打动了 他定下张艺出演班长史金 史金在剧中戏粉不多 但却十分出彩 他坐在汽车内 望着漂亮的天安门 那是他心中的圣地 但此前从未来过 作为士兵 他退伍了 保家卫国的梦想也戛然而止 他决定洒脱地离开 但是也有委屈遗憾 从前热烈爱国 以后是全新的生活和梦想 种种思绪交织在一起 史金在车内哭得像个孩子 这一场哭戏 令许多观众难以忘怀 张艺凭借士兵突击 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士兵突击之后 张艺领先出演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 这部剧被视为 士兵突击的后续之作 在筹拍的过程中 就备受瞩目 张艺被业内人士看好 认为他就是下一个许三多 下一个影帝 张艺也对团长充满了喜欢和期待 在凌晨一点的大街上 一个人没有 说着说着不知道为什么就哭 两个大人在那哭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心中永远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压着 遗憾的是 《我的团长我的团》 因为拍摄时发生意外 烟火之郭炎 不慎引发爆炸 导致三个工作人员受伤 而郭炎意外去世 死亡的阴影蒙在这部剧上 开播后电视剧备受争议 甚至受到观众抵制 《我的团长我的团》 豆瓣评分高达9.5分 但在影响力上 始终没有达到士兵突击的国民高度 张艺第一次主演电视剧 也留下太多遗憾 没有一炮而红的命 张艺只能老实地拍戏 一步一步来 拍摄《金刚川》时 他多次通宵拍摄 导致最后缺氧眩晕 《红海行动》里动作戏很多 拍摄时张艺不慎骨折 为了不耽误拍戏进度 他违背遗嘱坚持拍戏 有三块骨折 拍摄的时候摔倒 我第二天就已经开工了 就是摔舌的第二天就拍戏了 一生不允许 至少是平躺一个月 拍《我和我的祖国》时 他十天受了十五斤 这个角色它需要有一个变化 无论是减肥好 还是做各种功课 都是演员应该应奋的一个工作 随着这些作品的热映 43岁的张艺 受到业内人士以及观众的认可 2017年 他更是凭借《鸡毛飞上天》 收获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 如今 他戏约不断 好评如潮 在金鸡奖荣获影帝之后 张艺还有新作品带上映 狙击手 刀尖 他的新争成才刚刚开始 让我们期待 他在新作品中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